今天的影片里面,我会跟各位分享一个能评估整个股市估值的万能指标,这个指标它整合了宏观经济数据和整个美股市场公司的估值,我们就能推算出美股还能跌多少个百分比,底部具体在什么范围。 除此以外,我还会给大家补充两个周期调整指标,我敢保证当你完整看完这个视频后,一定能增长你的金融知识。 这里是美股投资网前纽约证券交易所分析师的频道,现在的美股总市值是43.7万亿美元,而美国GDP是25万亿美元,用美股总市值除以美国GDP得到的比率是175%,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Warren Buffett Indicator,也就是巴菲特指标。 这个指标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判断股市风险大小,也一直以来就被投资者和研究人士广泛用来衡量美股是否被高估或低估。 这一比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因为股票市场的价值波动比较大,但GDP的增长往往更具可预测性。 我们都知道,股市整个的增长其实和经济的增长必定是息息相关的。 2001年,巴菲特在《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称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指标,他说在任何时刻这个指标是衡量估值水平的最佳单一指标。 巴菲特认为如果比率小于50%,就代表股市被低估,在50%至70%之间代表中度低估,在75%至90%之间代表估值合理,但是如果高于115%,那就是overvalue,高估了。 巴菲特表示当这个比率在70%至80%之间,买入股票很可能会给你带去好的回报,但是如果这个指标接近200%, 比如1999年以及2000年的部分时期,你就是在玩火。 当该指标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前期创下历史高点,159.20%,也就是处于高估范围,巴菲特曾表明,这应该是美股即将崩盘的强烈的警告信号。 随后2000年至2002年出现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斯达克指数在三年里下跌了约78%, 但在这三年中,出现了七次涨幅超过20%的熊市反弹。 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几个月,该指标也急剧飙升到120%,之后就发生了雷曼兄弟破产,每股暴跌50%。 该指标成为了预测市场风险的可靠前瞻工具。 巴菲特指标一般位于93%和114%之间,去年第二季度该指标达到了187%,创下历史高点。 当时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当指标位于100%级以上时,投资者就应该选择观望或者说是退出市场。 而现在,我们看这张图,截至9月9日,这一指标比率为175%,中间的这条曲线表示的是巴菲特指标的历史趋势线,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比率是远远的高于历史趋势线。 这也就表明了股市的增长价值超过了GDP的增长,那可能就是股市溢价过高,按照合理估值来推算,这个数字应该减少一半左右。 我们在用8月份的收盘时的美股总市值以及美国的第二季度GDP做计算,那么得到的数字为177.5%,与9月9日的175%相差不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低于上季度的197.3%,这两个数字也就说明了现在的数值应该减半。 那么如何减半? 这很简单,第一分母,也就是GDP增长一倍,第二分子,也就是美股总市值缩水一半。 大家来谈谈这两种方法哪个更接近现实? 我们谈谈GDP吧。 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经通胀和季节性调整后折合成年率萎缩0.9%,2022年前三个月萎缩1.6%,可以说是非常符合美国经济符合通常使用的衰退定义,即连续两个季度经济产出下降。 荷兰国际及经济学家James Nelly表示,无论美国现在是否处于经济衰退中,考虑到通胀,股市和住宅市场下滑给美国家庭带来的压力真的在上升,经济陷入滑坡真的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我并未对美国经济过于悲观,但是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季度GDP翻倍,说实话,我认为有点难。 况且,本周美联储艾文斯表示,预计今年美国GDP增长约为0.5%,美国经济将会挺过今年,实现经济正增长,失业率很可能会上升。 再来谈谈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股总市值缩水一半。 那这就不得不再谈谈加息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股票的估值水平跟利率息息相关,一旦利率上涨,股票的估值会出现向下的调整。 今年激进加息之下的美股已经是伤痕累累。 如果单按照这个指标的计算化,结合当前激进加息的大环境等等,美股必须再跌最少30%,是否有点吓人? 也许你也在很多金融新闻中看到,某某投资银行的大佬给出美股再跌20%的言论。 比如,在美国公布的通胀数据强于预期后,桥水创始人达里奥发出警告,加息至4.5%将使美股再跌20%,再来看一个指标周期调整市盈率。 该指标因为耶鲁大学教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而出名。 周期调整市盈率类似于传统的市盈率,但分母不同。 周期调整市盈率不使用过去一年的收益,而是使用平均过去10年通胀调整后的收益。 不得不说这种替代大大提高了该比率的预测能力。 与市盈率一样,较高的周期调整市盈率独数表明市场估值过高,历史上位于15或16的水平,而目前是29左右几乎翻了一番。 也说明当前的股市被高估。 历史上自1881年以来,周期调整市盈率的最高水平是44.2,它于1999年12月出现在互联网泡沫的高峰期。 在1990年代的繁荣时期之前,最高的周期调整市盈率独数出现在1929年崩盘之前的股市顶部,当时达到了32.6。 在今年1月,股市创下历史新高时,周期调整市盈率为38.6。 虽然这没有1999年12月的独数那么高,但仍高于1929年的崩溃前独数。 其次,市销率也是股票的一个估值指标。 算法是公司市值除以上亿财年的营业收入,表示的是每一元营业收入对股价的贡献。 市销率在评价股票的真实价值或长远增长性方面比市盈率更加可靠。 而现在,买入标普500指数意味着需要为每一美元的营收付出2.69美元。 从市销率的试点来看现在,已远远超出互联泡沫时期。 不过,任何指标都不是完美的,即使是巴菲特的指标也同样如此。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市场在短期内的表现。 即使是专家也不能确定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所知道的是,从长期来看,市场将是非常稳定的。 如果历史告诉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市场的未来保持乐观。 仅1980年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有20次下跌至少10%,其中一些下跌比10%更严重。 例如,在大衰退2007至2008年期间,标普500指数在最低点损失了近57%的价值。 在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时,该指数下跌了近50%,然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同一时间段内也获得了近3600%的回报率。 尽管有这么多的波动,股市仍有令人难以置信地从最严重的崩盘中复苏的记录。 这并不是说市场崩盘,就不令人伤脑筋。 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投资组合价值暴跌,即使是自有经验的投资者也难以忍受这种下跌。 在预料要大跌之前,机构往往不愿意全部清仓,他们会买入大量的看跌期权去做对冲,去保护自己的头寸,以免大量卖出造成抛售连锁反应。 我们每次都可以在美股大数据量化交易终端上,清楚看到机构交易元下的每一笔弃权大单。 我们之前视频也不断警告过,9月将是美股最动荡的一个月,对于此次美股下跌何时会结束? 我们认为,这次下跌的结束可能会以通胀见顶为标志。 本来市场预期这个月数据就见顶,因此才有前几天的上涨,但是目前的数据显然是失望的,所以就只能看下周美联储加息力度如何,是75个基点还是100个基点。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消化了75个基点,如果符合预期,那么大盘就会有所反弹。 毕竟暴力加息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方舟投资创始人木头姐称坚称美联储应该更担心长期通缩趋势,美联储大举加息是在一个错误。 他还抨击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如此激进地加息就是个错误。 并表示,如果未来三到六个月出现重大政策转向,他也不会感到意外。 他的言论得到了马斯克的支持。 马斯克周三在推特上表示,美联储应该降息25基点。 他补充说,美联储大幅加息有通缩风险,这简直是神仙打架。 根据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发布的最新周度投资者信心调查结果显示, 截至7日的一周,仅有18.1%的受访者表达了看涨情绪, 即预期未来六个月美国股市将会上涨。 看涨受访者比例九周以来首次跌破20%, 过半数受访者看空未来六个月的美国股市前景, 看跌受访者比例升至53.3%。 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投资者信心调查在过去35年的历史平均值是31%看跌和38%看涨, 而在过去42周里,有41周看跌比例高于历史平均值。 调查称,看跌情绪的激增是由于股指持续动荡, 通胀居高不下,企业盈利前景不明朗, 以及经济衰退可能性上升, 上述原因都可能打压个人投资者对股市的短期预期。 除此以外,货币政策、地缘政治因素也影响投资者信心。 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在通胀没有见底前, 保守策略是继续观望,考虑到股市估值仍旧偏高, 希望能再跌跌。 多挤出一点水分就更好了。 好了,你对当前的股市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